113.大公報 宏恩基督教學院獲批專上學院 2015年7月15日要問A04大公報信 實習記者黃榮均報導 由曾瑞針學院創校校長崔康常開辦的宏恩基督教學院獲准開校 昨天宣布已獲二十間中學校長同意推薦學生 又會預計讀學院正生書院合作 取六成績達標並通過面試的文憑師畢業生 校方表示該校計數人大學後第二所開考全日制社工課程的大專院校 宏恩基督教學院作宣布 已獲教育局批准註冊為專上學院 今年9月開辦工商管理 服務營銷及管理 社會工作和心理學三個全日制至知榮譽學位課程 首年提供180個學位 學費每年分兩期支付 首兩年為6萬元 其後兩年則為6.5萬元 宏恩工商管理學院系主任林國健表示 該校是全港首個結合市場學和管理學的工商管理學科 內容針對超過九成的服務行業 社會工作學院院長關於規院 A. 現時社會對社工的需求恩切 根據統計 社工應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二 香港有700萬人口 理應有14萬社工 但現時只有2萬 校方有稱 現時只有樹人大學提供全日制社工課程 宏恩是第二間 家常學生一向對社工和心理學坦有興趣 故對社會工作和心理學課程的修身有信心 崔康常校長稱現時學生讀大學選擇科目大多以淺漢 忽略了讀大學的真正意義 學院已成立200多萬的獎學金 讓家境清貧的學生繼續升學 我曾經都是窮人出身 絕對不會因學生無錢而無得讀書 該校由他和一群基督徒創辦 校董包括理大協理副校長石丹黎 公開大學科技學院院長學建宗